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源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八大生肖连发三天,26号逢奖必重,27号抬头见喜,28号低头见钱,生肖鸡,熟鸡的人在4月份,26号开始的三天,运气已经开始好转,之前遇到的困难,都已经慢慢地在解决, 只是到了4月份26号起,他们的运气变得更加旺盛,并且这种旺盛的运势,还能够持续一个月,因此属鸡的人,只要把握住这一个月份,那么将来必定是财源滚滚,想不发达都难,生肖猴,属猴的人,在4月份底自身的财运不错,收入不断提高, 一方面因为自身运势不错,工作努力,能够在单位,得到更多的肯定和提拔,另外就是属猴的人,那份不服输的心情,让他们特别努力,自然财运高涨, 对于自己创业的人来说,是一个不错大爆发时机,但是会特别忙碌,一开始可能会有些煎熬,但是整体的收入会相当喜人, 今年是要报复的,生肖兔,熟兔人在下周,算得上是万事如意,因为犯害的难兴将要远离,那么之后,就能事事顺心的好运不断, 其中,财运上整体表现强势,赚钱欲望将会增强,诸事付诸行动,便会取得较大的收获, 到了26号以后,天喜桃花发挥作用,让自己感情上的喜事变多,整体上将会度过,好运多多的一段时间, 生肖猪,属猪的人早前一段时间,审辩官有煞星火星做饭,因此部分人,猪市南顺恒财运平平, 4月26号起急恶功,得国印吉星照耀,财运不错,其中尤其以偏财运上架,在购财方面机遇较为不错, 可适当小玩移情,另一方面属猪的朋友,他们大都是在,经历了一番苦难之后, 才取得成功,往后玩紧大心,财力有劲,苟年喜事不断,生肖马,生肖属马的人,是比价有福的生肖,性格比较直爽, 来到4月26号,有财心相助之下,做事情之前会感觉到,有一股能量向你们靠拢, 所以你们的事业运会直线上升,但是为人一定要低调行事,低调做事情, 才能够避免人生的困境,避免小人算计你们,在市场当中, 才能够混得风生水起,所以在求财的道路上, 才能够衣食无忧,福气满满,前途无量,求财的道路上, 开辟属于自己的财富帝国,生肖牛,属牛的朋友4月下旬, 有财神爷关照,财运旺盛,贵人运上升,会给你带来靠谱的人脉, 特别是偏财方面,将会在贵人协助下有不小的进账,职场上也许会有人事变动, 调整工作或是部分的状况,有新的使命下达给你去落实, 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应战,财运方面尚可,有贵人相助, 在偏财上有不少的进账,能够恰当出资赚取财富,生肖蛇, 有福了,4月26.27,28号财神独宠,横财如雨降不停,要报复,属蛇的人, 4月春时水草风,天运在手,只富无穷,本就是天贵下凡的他们, 4月中下旬,是事业顺利是一方面,偏财大运更是亨通无比, 工资在他们这里不太精化,大部分都会花在社交往来之上, 然而投入虽多,回报却大,不靠这点死工资, 照样能风生水起发大财,外财遍地, 就连自己身边人,也会给自己送财天钱, 希望属蛇的朋友们,能够抓住这次机遇再次大赚一笔, 赶快来接财传递好运吧,生肖龙,有福了, 4月26.27,28号财神独宠,横财如雨降不停, 要报复,属龙人的魄力十足,是一位敢干敢拼的勇士, 他们不为前路艰险,越是困难就越能够奋起勃发, 一路向前高歌猛进,获得职场高位,才来福到, 最近几天里,财运旺盛如火,横财不断来到身边, 赚钱多,吃得好穿得亮丽,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兄化吉,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敬, 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, 事事顺心,万寿无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未来七天内好运临头,财运大爆发的生肖, 生肖虎,生肖虎的朋友, 因为有两大吉星的庇佑, 他们的运势,在原来的基础上一飞冲天, 财运更是势不可挡, 尤其在未来一周里, 他们好运连连, 无论做什么事都一帆风顺, 没有任何的波折, 除此之外偏财运极佳, 横财遍地, 只要弯下腰就能收获横财, 财路大开, 把握好这次机会, 注定大富大贵, 财博不缺, 生肖马, 生肖马的朋友性格豁达, 才华出众, 能力极强, 他们每时每刻, 都保持旺盛的精力, 好像从来不会累, 这样的人, 在未来七天里红运当头, 富贵迎门, 除了事业方面扶摇直上, 大红大紫, 财运也进入了顶峰期, 赚钱的速度比以前快乐很多, 一定要在这段时间, 内专心于工作, 定能硕果累累, 富贵多精, 生肖猪, 生肖猪的朋友性格憨厚, 心地善良, 为人真诚, 对身边的朋友特别好, 因为两大吉星的加持, 他们好运来袭, 各方面都大放异彩, 让人羡慕不已, 首先, 事业当中, 难以解决的难题, 在贵人的帮助下迎刃而解, 其次, 裁员滚滚进家门, 甚至有机会获得横财, 通过一周的努力, 会有不少的收获, 大获全胜, 生肖猪, 鼠鼠的人, 是个人主义比较强的一类人, 在形式上, 他们总是比较随性, 在理财上, 也没有太大的理财意识, 遇到喜欢的东西就会马上下手, 但在近期, 生肖猪在资金管理上, 有了很大的改观, 他们开始意识到储蓄的重要性, 也慢慢地学会, 改掉大手大脚的习惯, 自然能够钱包鼓鼓, 生肖猴, 鼠猴的人脑筋赚得很快, 性子急, 喜欢打扮自己, 大多数学习能力特别强, 自我提升也很快, 未来一周生肖猴的人, 横财会变得很好, 但在职场方面需要保持平稳, 就可以坐等天降财富了, 生肖兔, 鼠兔的人在近期财运环, 算比较平稳的,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和起伏, 就是速度上慢了点, 但在人际关系上会, 给他们带去一些机会, 越是亲近的人, 越能够得到他们的助力, 只要最近抓住机会, 顺势而为, 他们就会得到丰厚的回报, 属兔的人偏财运, 在将来五天内会非常旺, 还有和贵人合作, 得到贵人的鼎力支持, 事业顺遂, 财气冲天,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, 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兄化吉, 神志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, 财源广敬, 笑口常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 寿笔南山, 年年有余, 事事顺心, 万寿无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四月二十六号开始, 这几个生肖大笔钞票滚滚来, 生肖蛇, 生肖蛇的人前几个月运势一般, 事业没有什么大的进展, 四月二十六号开始财运大开, 横财大发, 惊喜不断, 注定大赚特赚, 比富贵连连, 生肖蛇的人信心倍增, 事业必定能有所突破, 只要勤劳努力, 就能存款倍增, 财富爆棚, 生肖狗, 生肖狗的人在今年的四月份, 自身运势不断提高, 好运不请自来, 简直就像是采了狗屎运一样, 四月二十六号开始运势大发, 横财不断, 钞票源源进口袋, 非富即贵, 同时好好进行一番发展, 一不小心, 他们就可能成为人生赢家了, 生肖羊, 生肖羊的人, 在未来能够迎来贵人的指点, 他们做起事来会坚持不懈, 不会轻易放弃努力, 四月二十六号开始采狗屎运, 财运滚滚, 大发横财, 运势如鱼得水, 同时能吸引到, 能和你细水长流, 走过一生的对象, 工作上, 步步高升, 正观生正财, 财运也大幅上涨, 如果凡事追求尽善尽美, 苦尽甘来就不远了, 服援好运不间断, 生肖数, 生肖数的人, 四月二十六号开始贵人如云, 财神关照, 好运连连, 能心想事成一顺百顺, 从此不差钱, 工作上一点就通, 所以工作进展迅速, 加上贵人在暗中帮助, 生肖数的人, 将会获得升官发财的机会, 不但能够, 让他们一改贫穷的近况, 更是能够获得飞黄腾达的机会, 生肖虎, 生肖虎的人在职场上, 一直都有非常强的竞争实力, 他们积极勇猛地作风, 也受人敬重, 四月二十六号开始喜事皆二连三, 菩萨庇佑, 财运逆袭, 横财连发千万, 生肖虎的人有一种, 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精神, 什么都追求做到最好, 本月生肖虎的人, 借助强大的实力, 定能在职场上进一步提升位置, 财运会有很大的上升空间, 生肖兔, 生肖兔的朋友,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, 不管做什么事总是没到家了, 导致整个人阳气低迷, 松懈懒散, 但千万不要灰心, 四月二十六号开始, 必发横财赚大钱, 喜事连连, 天丁天细, 富贵美满, 生肖兔的朋友, 好运开始直上云霄, 事业上也能走红运, 财运大发, 那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, 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兄化吉, 神志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, 财缘广敬, 笑口常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 寿彼南山, 年年有余, 事事顺心, 万寿无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 自立等人,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 如意吉祥, 4 сд苗